每个人都一个伟大的母亲照顾着我们 但是我们演艺人员却得天独厚 因为演戏的关系却很多很多的母亲 对 有的时候下了戏 她们依然是那样的照顾着我们 但是我们今天要跟各位介绍 就是很多在我们演艺圈 经常演妈妈的演艺同仁 而且首相跟各位介绍了这一位 就是不论是在戏下或者戏上 她都是非常受我们尊敬非常喜爱的妈妈 就是卢碧云 还有其他几位专门演妈妈的明星到我们节目 来 欢迎他们 欢迎你们 卢阿姨你好 各位妈妈好 还有卢阿姨你好 好儿子好女儿 好久没看见了 真的是 卢阿姨我记得第一次演电影的时候 卢阿姨就演我的妈妈 对 发生是好久了 对的对 你第一次演卢阿姨女儿是什么时候 尚未与我的时候对不对 那时候卢阿姨跟现在一点都没有变 怎么会呢 头发就变了好多 没有意见是怎么样的 那个时候头发还是黑的 现在头发都白了 可是那个时候有一点点的白 对 可是那发型还是一样 可是脸最重要是整个脸 给人家还有人 给人家的感觉通通没有变 还是这么漂亮 我心是没有变的 人老心不老 方方方也没什么变 那现在身材还是一样 完全没有什么起色 现在呢我们访问了卢阿姨呢 这个背景音乐呢 由岳老师弹奏的钢琴呢 就是您在中世主演过一部连续剧 叫母亲 那个时候收视率是最好啊 而且谈论到母亲的伟大 你听起来一定感慨万千吧 对 您自己有几个小孩 我自己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 其实一般说我自己的命啊 是蛮硬的 因为我自己好像也没什么干妈干爸爸 从小来自己奋斗啊 母亲也很少陪在身边 因为呢我们家庭兄弟姐妹太多 卢阿姨呢大概是我 好像是唯一我们演艺圈里面的干妈 对 因为卢阿姨 那时候才十岁 你就叫我干妈了 对 而且我记得是 您大概是我唯一我结婚 您还有给我祝福的一位 就是干妈 我记得那个时候 好像我们是打赌啊 我说卢阿姨你有金牙齿啊 卢阿姨说 我有满嘴的金牙 我说不可能吗 我说我有满嘴的金牙 你给我做干儿子 我说好啊 就还给我看 真的满嘴的金牙 后来我就这样就称妈了 你看我真拜金嘛 一路拜到现在 可以满嘴金牙吗 后来你给我看你里面嘛 你倒是不记得了啊 是不是 我卢阿姨一共演过 多少迷惊的妈妈呀 哎呦那可真是说不上来了 好多好多 卢阿姨刚刚讲到 她在年轻的时候 是这么样的漂亮 对不对 才怪的 我哪有漂亮 有照片为凭的 不过今天我们找到的照片 已经算是卢阿姨 终身代以后的了 的确不能算是 她年轻的照片 是我是看过 来我们来看看卢阿姨 这个终身代的时候 照片是什么样的 剧照是什么样的 好不好 来来来 那是江春暖 也是中式连续剧 对 张成光 张成光 对 那是谁 宋刚宁 还有王淑娟 李芷霖 李芷霖 真好看 一骨一鲸 这是跟谁 左边就是 好像是祝亲是不是 邵小林 邵小林 对 现在那个一个 一个名教授的太太 是是 邵小林我们都认识 以前她也经常演戏 现在优秀 那也是早期 早期中式的 当家花旦了 对对对 好 这个刚才介绍半天 对这个 以前的事情了解 非常清楚了 就是说 专门演妈妈 她大概没结婚 开始演妈妈 就刘颖商 刘阿姨 刘阿姨你好 好好 两位小朋友 好 我真的在 我为什么称呼 两位小朋友 因为当年八哥啊 八哥我应该称呼你 叫你什么呢 叫你学生呢 还是叫你儿子呢 你就叫我小子就可以了 小子 小子 八小子 不我记得在中式的 第一部连续剧啊 有开始有连续剧 就是金金 对 对不对 我可以说是 在找女儿 唱连续剧的鼻祖 也是因为金金害的 大家现在为了这个连续剧啊 每天在这伤脑筋 是啊 我们也有才三度来爱你 每天录的是如火如荼啊 如果当年没有那个金金的话 我想就不会有现在这个连续剧 每天这样子啊 您是算始作俑者 不 今天我们也准备了很多 刘大姐的一些资料袋 我们来看看 你不能让我们丢了 知道了 知道了 你要您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学 该伤你 孩子 你这一去 也许是三五年 娘可能再也看不到 你要自己帮不住 知道了 娘 好 怎么样 刘老师 你看您这个 这是最近我们台式联系剧 还是的 职证 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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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正好二十年以后 给惠惠我们也有眼母女 今天要访问的 应该叫唐姐了 妈自备就过去 现在访问姐自备 唐姐 唐姐 唐姐你好 你好 你好 没见过我妈吗 我好想 好想 是 我看很难了 因为唐姐的时候 她这人年纪大大 是很年轻的时候 大概二十岁出头啊 那时候 什么时候 你八岁的时候是吧 对啊 今天所以演妈当中 你是比较特殊的一个例子 人家就是很年轻就演妈 你是很年轻很大的 还演女儿 你也是跟方方数一样的 是面嫩啊 没有 镜头拉远一点就是 不过我想说 虽然演人家的母亲 是一个非常难度 非常高的一种挑战 可是年纪当自己 到了一个程度 还要去演年轻的角色 也是一种很难的 一种挑战 对不对 我想不会 我很开心 很乐意 只是那个镜头不饶我 不会啦 唐姐 您还是非常面嫩的 谢谢 谢谢 当然 您比起方方 其实不分宣制 不分宣制 差不多嫩的啊 好 我们就来看看呢 唐姐很年轻的时候 一些演妈妈的照片 好不好 这可不是你 有没有影片 来 来 我们看看 来 看看 来 这是最近刚过年的时候拍的一个电影 叫做《花心碰到鬼》 我是演肖红梅的妈妈 你瞧这个妈妈好凶啊 七十五年到马来西亚 也对马来西亚的女人赶进去 现在呢 九女 五女 八女 什么女的 你统统这么长男人全收 你相冷不计啊你 这回又搞上了什么女秘书了 瞧她那不得意 她配当女秘书吗 好 唐姐 我想唐姐的作品是相当相当地多 而且还年轻的时候有非常 很多那种非常可爱 非常漂亮的东西 但是我们资料来不及搜集 所以今天不能够展示 给观众朋友看 但是我想看着唐姐 现在依然是这么地可爱 就知道年轻的时候 意义是非常漂亮的 谢谢 你吃得最好蛋糕 那么甜的嘴 不过现在这个唐姐 还是很漂亮 不过饰演的角色 也真的是很多样性的 不过今天唐姐 还特别带来一个蛋糕 这个蛋糕里面的内容 相当地丰富 这意思就是说 外面实在是不怎么样 内容丰富 接着来我访问的 也是我们新生代的母亲 应该算是称姐子辈 或者我们同一辈子 就是江强 您好 您好 江姐 您好 您好 住在今夜的朋友 大家好 跟这个妈妈 可以随便开个玩笑 胡说八道 对您那就不太好意思 为什么我更可以开玩笑 年纪应该相仿嘛 总不能随随便便说 年纪大 那你的意思是 我们之间有代沟 没有 因为同一辈子 所以要特别注意 不要伤害小姐的心 所以不需要讲求那个礼仪嘛 所以你可以随便说 因为我每次在那个电视上 看到你们两个人 很会 很会斗啊 很会开玩笑 都是她欺负我啊 你有没有很生气 对对 我有时候觉得你蛮委屈的 真的是 我为艺术牺牲好大啊 不过江姐 你自己大概是哪一部戏 开始演别人的母亲的啊 而且在我们感觉当中 好像你演这个小旦的时间 并不是很长 当然演母亲的时间比较长 而且演母亲得到的肯定 远超过演小旦 是不是这样 不是因为那是民国68年以前啊 我都是演小姐 或者是演那种刚结婚的角色 那68年以后我洗衣啊 就是暂时休息在家里带小孩 72年以后 我拍的搭错车以后 就变成妈妈了 因为我想每个不同的年龄啊 心态上也不太一样 我觉得我不好意思 再扮很年轻的角色 所以我就开始演妈妈 破证你婚后复出的 第一部戏搭错车里面 虽然饰演的是一个妈妈的角色 可是获得很大的回响 在金马奖上得到了很大的掌握啊 除此之外 好像很多戏在金马奖 都受到很好的肯定 还有海峡两岸 对对对 因为我运气比较好 那个民国七十二年以后 刚好有一批新锐导演出来 那么他们把我们以前的那些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 那些我们生活的情形 很真实地反映在电影里面 所以我刚好沾了这个光 好 我们现在来看看江霞 在影片当中 饰演母亲的一些 这个精彩的片段 这是我二汉生 是由张艺张导演打的 饰演我儿子这个汉生啊 是现在当红的演员 叫李星文 李星文那时候 她是她的第一部戏 数学二十八分 数学二十八分 正好是妈妈经常对我说的话 不过江姐真的是 不仅是在电影里面演这种 每天非常操劳的母亲 最近还接了一个广告片 也是类似这样 你啊 忙这个啊 你不可以这样子啊 对 因为我觉得 大概从民国七十三年啊 有一天我跟几个企划的人 我们在聊天 谈起说我们从小啊 母亲我们绑过的结 就是鞋带的结啊 蝴蝶结啊 甚至于她背我们的那个背带的结 让我们感触很深 所以从民国七十三年开始 每年的母亲结啊 我们都会拍一支母亲节的广告 就是让大家怀念母亲 给母亲一个好的礼物 给她或者说回家看看她 提醒大家 让她们感觉很温馨 对 王阿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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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您现在生活当中 是不是也经常做这种事情 没有 王阿姨 人员是最好的 从来不做这种事 不会 不会 或者说要演这种角色 算是真的牺牲蛮大的 然后演个姚小张 对 张演这种 刘老师 刘阿姨 大家也有这种经验啊 经常演这种 反派的母亲 对 对 对 我多一半都是演反派的 演反派母亲 因为演正派的 可能导演都说 我大概不像 就不像 这个演这个坏妈妈 并不是真的坏 为什么呢 你晓得 因为我们做母亲的 在戏里头不是这样 在戏里头可以 演的是戏 我们真正的做母亲 并不是这么坏 那当然 有很多的观众 是直接性的 他就说你坏就是坏到底 太入戏了 比您还入戏 你要是那么坏 早就被桂林分局给收押了 好 我们来看看 这个吴阿姨呢 还有些精彩的照片 我们来回味一下 我们来给我们解说一下 这是古装的 这是古装的吗 对 明初的 这个是 在中世 还有江凤苏啊 还有陆芝 陆芝 你看看多少 刘华 现在他已经当妈妈了 对啊 你看汤志伟 还有吴皇 吴导演 左边的冯海 这是诗诗 哦 诗诗 对 亚雷姐 对 亚雷姐 龟姐 龟姐 还有这是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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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洪金宝 这是张美瑶 你看 美瑶姐 那个是 谢灵灵 不是谢灵灵 这是江光书 江明 哎呦 这是真是不认真 好 太多年了 太多年了 回忆很多 其实这个吴阿姨 事实上 她是很好的妈妈 好 接着最后呢 我们要跟各位访问 一位新生代的母亲了 今天还特别带她的 干儿子来我们节目 这个儿子呢 跟我小时候一样 专门演儿子的 那就是浩浩 还有她的干妈 阮千芝 阮千芝 你们好 你们好 阮千芝在现实生活里面 还没有小孩吗 没有 对不对 所以过肝瘾啊 我刚 你这命大跟刘阿姨差不多 我比她晚一点 我二十五 二四二五才开始演妈妈 那时候第一次是演谁的妈妈 彬彬 小彬彬 心晕之我心 那也不是你生的嘛 彬彬也是领养的嘛 对 对 后来心晕的故乡有啊 就自己的小孩 对 那你现在生活当中 为什么自己不愿意生一个小孩 没有机会 不要告诉你 时间不允许 好好 你觉得你经常演人家儿子对不对 嗯 你有没有演过人家爸爸 没有啦 没有没有 那你觉得谁演你妈妈 你觉得最像你妈妈 嗯 我干妈 你干妈 你干妈 那除你干妈之外 还有谁演过你妈妈 还有周丹威 周丹威啊 那一看更不像妈妈的 还有呢 没有了 就没有了 你自己有两个妈妈 你自己有两个妈妈 唐琪还有没有演过你妈妈 还是演过你祖母 没有 你好想演她妈妈 还是演过她妈妈 好想演 你是不是刚刚才收的这个 就拜了一个干妈是不是 对 是谁啊 唐琪好想演她妈妈啊 要演她妈妈一定是个戏 叫做什么 叫高宁产妇啊 不过最近阮前子还在犹台的 六个梦里面演人家的妈妈 哦 那个很老了 我三十岁演到七十岁 嗯 算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我们也看见精彩的照片好不好 这是什么角色 苦心莲 苦心莲 对 这就是六个梦的梦 六个梦啊 对 这个也是 这年轻一点的时候 你现在这个时候最好了 从年轻演到老都没问题 刚刚那就是跟浩浩一块儿演的 心心之我心上 不是 单元剧 哦 单元剧 还有剧场 好 今天很高兴地访问到 这么多妈妈到节目里来 也看到浩浩呢 看到浩浩呢 就想到我自己 其实呢 我也曾经年轻过 也很多人演过我妈妈 但是今天呢 演我妈妈的照片呢 都搜集不及 因为妈妈太多 让我散落到各地啊 哈哈哈哈 我也来看看 我小时候一些 呃 不能算精彩的照片 让我蛮回味的照片 好 我们看看 你小时候长什么样 晚君 对 这是晚君表妹的时候 谢霖霖头上插花 谢霖霖已经是好几个孩子的妈了 这也是晚君 这也是晚君 对对对对对 这我女若兰的照片 我女若兰的照片 那时候在新小学拍的 真的是好可爱 啊 这在浇花 哎呦 真是往事不堪回首啊 还好啦 这一代不如一代 啊 这方方比谢霖实在是 一样的漂亮啊 好 今天谢谢那么多妈妈呢 到我们节目里来 谢谢啊 谢谢各位妈妈 谢谢 过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要欣赏 曾淑琴跟这个江霞 江姐呢 一块合眼的一个 公益广告的主题歌曲 对 那就是序幕人生 不是我们节目最后 是我们这个阶段的最后 这个阶段的最后 好 我们就欣赏这个 我们好看的MTV 妈妈的美 妈妈的宽容 安慰世界疲惫时的疑惑 妈妈的美 妈妈的智慧 遍亮人间的每一个角落 拉开生命虚目 有一股清晨的柔 这样的爱你曾感受 我也曾拥有过 助力繁华背后 有一双睿智的手 这样的爱你曾明了 我也经历过 从谷底到巅峰 从角落到四周 爱从你最优雅的风子 从容走过 妈妈的美 妈妈的宽容 安慰世界疲惫时的疑惑 妈妈的美 妈妈的智慧 遍亮人间的每一个角落 妈妈的美 妈妈的宽容 安慰世界疲惫时的疑惑 妈妈的美 妈妈的智慧 遍亮人间的每一个角落 妈妈的美 妈妈的宽容 妈妈的美 妈妈的宽容 安慰世界疲惫时的疑惑 妈妈的美 妈妈的智慧 也看人間的每一個角落 媽媽的美 媽媽的寬容 還為世界疲憊時的疑惑 媽媽的美 媽媽的智慧 點亮人間的每一個角落 點亮人間的每一個角落 媽媽的美 媽媽的智慧 點亮人間的每一個角落 牡蠣 當心自尊 你對了 我jenigen